歡迎光臨 哈囉 各位 今天下午 今天是中間 當然說 比較少在休息太久 剛好今天下午的空檔 所以今天安裝的車 一樣是VH 我們最近 KT銷售的狀況 特別好就是夠不期待 夠不期待會近期 會賣得比較好 第一點 工廠今天 就有一台 夠不期待可以提供給車友 試成來比較 第二點的話是 很多的車友可能安裝之後 覺得KT的產品還不錯 就有多多幫我們介紹 那當然謝謝車友有多多幫我們介紹 因為我們在台灣其實很早 在做廣告 他們都是靠自己的很喜歡 或是參加這蠻多 那需要的 還是出油來幫我們介紹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台是GOLF 7代的1.4 那1.4 譬如說跟1.0 或者是7.5代是1.0 還有7代的話是1.2 那跟在網上 馬力更大的GTI 或者是GOLF R呢 有幾個地方 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來特別來介紹一下 如果是1.4的話 它的前面是楊角 這個是前面 前面一般來說 我們會說大楊角 或者是小楊角 像是GTI 或是GOLF 這個都不用確定 這裡一定是大楊角 但是像1.4的話 或者是1.0 或者是1.2的 都是小楊角 小楊角指的是這個的寬度呢 是50mm 但詳細它實際的寬度是49.5 所以這個的1.4的 它就是小楊角 但1.4的話 後方的懸吊系統 跟1.2不太一樣 後方的話 跟GTI 一樣是一個多雷感的懸吊系統 所以1.4是小楊角 配上後方多雷感 所以1.4的話 如果對這一個車系 比較沒有那麼了解的製造廠商 也會有出錯的原因 這個要特別介意的地方 那它的上座部分 上座的話 就沒有分規格了啦 夠不期待的話 上座都是一樣的 這個系統的底盤 叫MQB底盤 基本上 所有的MQB底盤呢 它的上座都是同用這個零件 所以這個是1.4的 那1.4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版本 是R-Line R-Line的話 它的配備的乳圈 18吋的啦 或者是其他的大包之類的 配備上是比較不太一樣 基本上動力都是一樣的 這個動力的話 是配DQ200 乾式 7速的電速箱 那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後方的閃網 這個是後方的主力套 後方的上座已經不見了 因為為什麼 上座是 是要沿用它原廠上座 那像這個上座的系列的話 在OFF的5代 6代 7代 甚至剛剛要上這個8代 它的上座都是 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這個上座其實不太會畫 因為它的作動還蠻單純 它後方的懸吊系統 就只有五折三下而已 這個是多靈感的 但是1.2的話也是一樣 它的上座結構也是一樣 只是差別在下方的懸吊系統 設計上不太一樣 那這個的 它的主力其實原廠還是挺舒適的 如果要跟日汽車來做比較的話 它的主力其實也有比較硬一點點 但是如果要跟GTI 以GTI來說的話 它的主力值就是比較舒適的 GTI要稍微比較硬一點 這個是原廠的設定 那改裝的話 KT有幾個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 車高的話是能調整 所以像今天的車友的要求 車高前面是大概會做到兩指半 後面是兩指半 比原廠大概略這樣一指半左右 這是後方的主力 那除了KT除了車高能調整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是軟硬 只是一般我們說的 也能夠調整 我們先來介紹後面 後方的話是一個多靈感的協調系統 所以彈簧的公斤數的話 是6公斤 這台車我們配置6公斤 前方的話 如果是1.4公斤的話 我們建議 你們要比較舒適一點嗎 所以前方的話是建議7公斤 後方的話是6公斤 那在固定點的地方 7代的話 之前很多 好多台的 可是我都講到自己也忘記了 7代的話 那它的後避震器的固定的地方 是在下出地 是在這裡 所以它的長度 會稍微比較長一點點 那5代 6代的GOV 它的避震器下方是固定在仰角上面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行程 會稍微轉一點點 這個是6代跟7代不太一樣的地方 至於彈簧的話 都是一樣 5代6代7代都是配置7公斤的彈簧 那車高的取決是在彈簧上方的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 就是在取決它的車高的 像今天的車友 後方的話 會在20幅左右 所以這裡的話 還有預留一點點空間 那這台車 我們裝很多了 也有的車友是要降非常低 像上個禮拜四 上個禮拜四的GTI 7.5代的Performance 它的車高就大概 大概110幅左右 那個就稍微低一點點 那這個車高要高一點點的 所以大概後方是210幅左右 那如果以這樣的設定的話 最低啦 最低大概半十 那後方的上座要沿用 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調整鈕 這個調整鈕 是在調整阻鈕的 我們如果往順時針方向 像這樣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一共有30段 一共有30段的阻鈕可以調整 那調整的特別注意的地方 就是左邊跟右邊 一定要對稱 這是軟硬的調整部分 那後方的鈴身 這個鈴身呢 如果拉長跟縮短 並不會改變車高 車高的取決改變 是在彈簧上方的調整機構 所以後方即使拉到這麼長 它也沒辦法改變車高 那這兩個的匹配車高的取決 是在彈簧上方的high low key 旁邊的這個鈴身 它只是調整長短 來取決它彈簧要不要壓縮 如果彈簧壓縮的太多 就一定不好做 所以這個鈴身千萬呢 不能調整的太短 那這樣的懸吊設計 其實有一點點防呆啦 如果後方的鈴身 你說的太短的話 它螺絲是鎖不到的 所以這樣的懸吊設計 其實是不像是 如果1.2 1.2的話 它的彈簧跟電力分開的 扭力兩次的 多一幣的系統 它的 就比較會有安裝上的事物 那期待 這個這樣的多連桿 就還好 比較會有安裝上的事物 比較不會壓縮過多 這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我們用這一顆 一點自身的 前面會是很長的 那當作部分的話 在這個網狀的下方 前面的電器是在這裡 所以 一般來說 如果 如果 5代6代7代的車友 如果洗完車 或者是 平常保養的話 會建議 在上座的 這個地方的話 噴塗一點 那一 那一 比較防袖的一個網路 避免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遮雨 遮雨板嘛 它雨水有可能會 跑到上座的裡面 所以造成有一個 秀石的狀況 所以正常保養的話 會建議在 這間系的上方 噴塗一點防袖 那 阻尼的調整 是在這個 這個的 飾板的下方 所以我們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把這個 這個飾條把它拉開 這個飾板先起來之後 就能從這個地方 調整到阻尼 它阻尼旋鈕在這裡 所以這一台車 在 調整軟硬的時候 對車友來說 也還蠻方便的 啊 KD的話 剛剛有說的 有不上座 有不上座 好 那它的前面 是一個 插孔式的 這邊有燈 獨立式的麥花枕 對 它獨立式的麥花枕 所以它在 安裝的時候 是 是跟 Focus一樣 是一個插孔 是跟一般日系 舌部一樣 所以它在 安裝的時候 是 仰角 要插到仰角裡面 所以它的CAMBER 不能調整 像上個禮拜 那一台 車友選配的是 魚眼上座 所以那一台的CAMBER 會不能做一個調整 在影片當中 應該也有介紹過 魚眼上座的功能 這部車 一般我們 大概都還是 以操控一般的 基礎提升的操控 為需求 對 並沒有選購 魚眼上座 但是操控還是會 比魚眼上座好很多 那前面 黑漬氣光機 前面的車高 大概會先設定 兩指半 兩指半的話 也不至於會太低 然後車高的設定的話 一般道路行駛 也不太會去 有一個摩道的狀況 所以兩指半 就大概像是 一般GTI GTI 可能還比兩指半 略高一點點 所以就跟一般GTI 的一個車高 設定是比較接近的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 跟後方就不同了 前面的車高調整 它的桶聲 是可以拉長 跟縮短 如果我們把這個銀色的 齒輪狀況把它選中 它的長度多短 它的車高就變高 相反的 如果把桶聲長度拉長 車高就變高 所以它的前面調整的車高 反倒是比較簡單 那調整完畢之後 這個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它還得在我們在轉向 轉方向板的時候 它還得要負責轉向 所以上座它才會有一個軸層 那會轉向會上下 就有可能會有一個 這個齒輪狀況頭盤 就有可能開久了 會有鬆脫啊 所以在安裝完畢 調整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況頭盤 一定要所負的力道 一定要比後面還要來得緊 才不會造成所有 有開開 有鬆掉的狀況 那如果這個齒輪狀況頭盤 開開有鬆掉的話 它有什麼狀況 第一個 一定會先聽到 咳咳咳的異音 所以如果 有聽到異音的時候 就得要小心一下 這個齒輪狀況頭盤 是不是有鬆脫的一個狀況 那至於用料的部分的話 像主名有的部分 我們使用的是 意大利一整口 進口IP的主名有 像是油封的話 油封最對於 一些潛耐用度 是油管最大 像油封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油封 日本第一大的 是日本 NOK的油封 所以給你的整體的耐久度 品質都還不錯 當然用那麼好的零件 有可能 開了十來萬公里 有可能 漏油了 或者是有 KT的所有的零件 都是可以單獨 來做 汰換 或者是來翻修 有的像是上個禮拜 有 這個是經理的好朋友 他開了十來萬公里 前面有漏油了 就可以回來工廠 或是到我們KT的經銷廠 裡面 來做軸型的汰換 換了之後 第一個 還能繼續有保固嗎 第二個 也能夠回復到 當時心理的一個操控器 所以避震器 現在越來越多的車主 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避震器也是需要保養 尤其像這種單紅的 都是可以採修的 這個是在日後 維修的時候 是很方便的一個地方 畢竟KT並不是請人家 代工之類的 所以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來針對這些的零件來做營修 OK 以上是今天 告訴我 這台不叫 我剛剛好像說7代 不對齁 這台是比較新款 這台是7.5代齁 7.5代 這個是 7.5代 1.4的一個安裝KT 道路板 避震器的介紹 那如果 一樣是開VH的車系 對了 今天早上有一個 一個車友是開 Sikota的Ata Ata的RS 也有來工廠試乘 試乘之後 也是預約明天要安裝 那 都是開MQB的這個底盤的車友 很歡迎 來工廠裡面來試乘 因為我們工廠裡面 就有一台 GOLF7代的 一樣是MQB底盤的車 就是專門買來 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的 所以不論是車友 試乘之後 覺得不滿意 不買單 那也沒關係 因為有實測的話 就是讓大家來體驗看看 那試乘之後 覺得有 產品有OK 有符合自己的需求 再來考慮安裝就好了 OK 以上是今天 夠不期待 今天我們帶來的一個持多分享 那謝謝大家 掰掰